大型吊車緩緩開到路邊工地 準備作業 倒車過程中突然凍的一聲巨響 吊車整車傾斜 右後輪掉進馬路底下 駕駛下車查看 這一下真的假爛了 18地點就在苗栗後龍 126線道 一次大雨過後路急掏空 加上大車重壓 路面出現長約四公尺 深度約一公尺的大坑洞 由一旁緊鄰工地建案 正在開挖地下室 疑似颱風天 大雨掏空才會塌陷 幸福要求暫停施工 灌江回田 確認安全無余才能復工 而在高雄人武區 巴德西路巴德一路口 也有民眾發現路面塌陷 警方擺上三角錐爆閃燈 提醒路過民眾注意 這位人武最近下太多雨了 應該是 經過測量範圍大約五公尺長 寬四公尺 另外在左營區 新狀一路深離路口 同樣有車道頂板嚴重下陷 擔心影響往來交通安全 市府緊急補牆施工到8月6號 台風過境淹水退去 道路塌陷 交通問題也一一浮現 TV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台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 天地的雇雇 應該有 他說 肉